何团长 我希望你嘱咐你的人 给我留活口 留活口 这个对我很重要 在你们警察局重要 在我保安团眼里 就是土匪窝 一个活口不能留 何团长 我告诉你 这是宁夏马主席的命令 别来这一项 在我何忠泰家里 只有中卫马县长 咱们别提这个 何团长 不要蓄意污蔑马主席 你的县长也吃醉不起 不要给你的县长长麻烦 行 听你的 怎么办 搜山 活捉杀礼妃 搜山 活捻吗 我来 快走 快走 走 好 别动 别开枪 住了 住了 别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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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军 你怎么跑得来 快拉我一把 这老子 是被他们给绑上来的 快 沙里飞为什么要绑你 老子回中尉的路上 碰到沙里飞的手下打劫 老子也是路肩不平 给了他们点颜色 没想到沙里飞记仇 半夜老子喝醉的时候 给老子绑上来了 昨天夜里 就是啊 你想的命真打 沙里飞没杀你 可不是嘛 走 干什么 你们不抓沙里飞抓老子做啥 抓的就是你 你统匪放走了沙里飞 你奶奶的老子是被绑上来的 砸成统匪了 你小子说话嘴巴干净的 欧阳青 你看 你眼睛是不是有问题 啊 我兄弟被打成这样 他统匪 对啊 看看看看 孔三全 你说沙里飞绑架了你 谁能证明 先跟我回警察局再说 走 死去的弟兄们 你老天作证 你老天作证 我杀丽飞 我杀了那个背心七义的小人 马少田 我给你们捧场 我是 就是臭上 就是猪狗 走 张翰哥 你伤着没有 快让我看看 我没伤着啊 我好着呢 周大 三全被欧阳青被抓了 欧阳青不是跟你去剿匪了吗 抓三全干啥 三全就是在匪朝被抓的 三全怎么会在匪朝 说是昨天晚上 让沙里飞给绑架去的 绑架去的 怪不得大家都找不见他了 可是他是被沙里飞绑架的 欧阳青抓他干啥 欧阳青说他通匪啊 通匪 嗯 队长 咱抓了那个通三全被怎么处理啊 不急 我倒想看看 这个马老头是什么态度 他的干儿子 两次落在咱们手里 我就不信 他不来求我 那你说那个马老头是真来找咱们要人 可怎么办呢 不怕 我还希望他来找我 我还希望他来找我 上次二本的事 咱没抓到什么证据 已经把马老头给惹火了 这回这个佟三全 要是一口咬定 他是被沙里飞绑上去的 马老头也跟他不认账 那他 那老娘的疾苦难下了呀 我怕他不认账 关键是那个通三全 那菜头他那陷阱都大浪 你冻冻脑子 冻冻脑子 老蔡的理发店被端 他恰巧就走进了老蔡的店子 老蔡被土匪劫持 他恰巧就成了沙里飞的绑票 这说明了什么 这 这说明 这童三全是共产党 起码他和共产党有一定的关系 不仅仅是这个童三全 还有他那个老板老齐 您是说老齐他们两个 是来跟老蔡接头 是不对呀这个老蔡已经死在沙里飞的了 你能保证童三全没见到老蔡没跟他接上头 如果童三全从老蔡那里得到了审判 他们一定会有下一步的举措 到那个时候就会真相打败 连马守田也无话可说了 局长的意思是 是 放出童三全这个诱饵 引蛇出动 先不能放 得观察 要不然 又给马守田 一个说我们乱捕乱杀的口舌 那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是 这少女飞真跑了 就在两三人跑的 其他的一个没留 没留别的活口 您放心我亲自养过 但是你说我煞了 你把人离了 你走不在哪儿 你走不走 还行我 行不行 那银走不在银地的 他说走不在哪儿 他说是蒋检 你们好路 到匪潮里去了 我也说不清楚 三权说是喝多了 让沙里飞给绑去了 沙里飞绑他干什么呀 那你说 真是沙里飞绑了他 那三权这么说应该不会错 你还不了解三权 他啥时候说我谎 他就不应该再回到中蔚来 敬给我惹事 欧阳青啊 就说是三权通飞 胡闹 他通杀飞吗 欧阳青这小子一口咬定 说三权是通风报信 放跑的沙里飞 你咋看 那三权为啥放走沙里飞吗 现在 我带人把三权要回来 庄翰哥 你这样会把事情搞复杂的 他欧阳青不放 我抢人 可如果三权他真是 又安 你咋能这么说三权呢 是啊 又安 你怎么这么看见三权哥 我当然相信三权哥了 可是那个欧阳青咋能信吗 那三权也不能这样白白受到冤枉 我去 你 老板娘 你你这是要干啥去啊 我得把我干儿子找回来 哎呀 这个事情没有闹清楚 你咋能救出三权吧 咋救不出来啊 我儿子是鲁是野 可是有一点啊 他不匪呀 别啥给他落一个通匪的名声啊 哎呀 这个我也可以担保 可毕竟三权是在北朝抓住的 咱在这儿说不清楚啊 咋说不清楚啊 齐老板 我看说不清楚的是你呀 你自己伙计抓走了 你到现在连急都不急 你算个啥人嘛 我跟你说啊 齐老板 要是我儿子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你呀 马上卷上你的铺盖卷给我走人 哎呀 我 洪柳客栈不留你这种无情无义的人 老姜啊 走 走 呃 哎呀 局长 马小姐来了 马小姐 请 马小姐 希克啊 不是希克 好 不久以前我来过这个地方 那 误会 那是误会 来来来 请坐请坐 马小姐今天来 有什么事情吗 欧阳局长 别摆关架子 我来做什么 你很清楚 为了你哥 你哥 这件事情很难办 你知道 您别多心 我只是来随便问一问 怎么说呢 她有通匪的嫌疑 童三权只是被图匪绑架的 被绑架的人 怎么能说她是通匪呢 马小姐亲眼看见沙里飞绑架童三权了 没有 你没看见我没看见 不能光听一面之词吧 童三权出现匪巢 这不好解释吧 毕竟只跑了沙里飞几个人 说明不了问题 更证明不了童三权就是通匪 马小姐分析得很有道理啊 那您现在就应该放人 您是在传达县长的命令 还是 我只代表个人的观点 不代表我父亲 再说 我也不敢命令欧阳局长 我是就事论事 可我怎么也得搞清楚才能放人吧 这个请你理解 那就请您秉公执法吧 一定一定 我现在可以去看看童三权吗 我现在也不想要 干请 你咋来了 千万呀 你咋样了 你放心吧 我好着呢 齐老板咋没来 臭小子 跟齐老板亲还是跟干娘亲呢 当然是干娘亲 小妈 沙里飞没把你咋样吧 放心吧 沙里飞能把我咋样吗 连欧阳青都不敢把我咋样 我又没犯啥法 甘娘 你回去让齐老板来一趟 你说你这个没良心的 你就知道你老板哪 我有重要的事 你让齐老板来一趟 你咋来了 甘娘来看干儿子啊 咋啦 谁没事愿意往你们警察局跑啊 欧阳局长 你咋能乱抓人哪 我干儿子咋能通匪吗 我有没有乱抓人 那得问你干儿子 我不用问他 我干儿子不可能通匪 老板娘 你叫我啥 三全科现在只是被怀疑 等事情搞清楚了 警察局自然会把人放了他 他能搞清楚吗 啥时候他能搞清楚啊 我相信欧阳局长可以把事情搞清楚 你先回吧 干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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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把干娘给撵走了 他在这儿也不管用 救不了你出来 我问你 我问你 你真的是被沙里飞绑上山的 就是呢 咋 你也不相信我 我当然相信你 可是警察局里的人不信你呀 欧阳青到底想把我咋样吗 看来 你不交代清楚 他们是不会放你的 那咋行吗 我还有要紧的事呢 你还有啥要紧的事啊 有要紧的生意要做呢 做生意 连病都没有了还做生意 三全哥你到底想啥吗 就是要紧的生意要做 队长 您不是一直打算放了通三全吗 就这个台阶人一下 多少事啊 马友兰和洪老板 都不是我想要的人 我想要的是马手田和齐老板 那个马手田 他要真是通匪的话 加上那个齐老板 他要真是共产党 那他们两个人就绝对不会袖手 旁观 我倒要看看 他们什么时候冒头 绝长 咱们干脆把那老齐抓 那得省多少事啊 不能抓 你能保证老齐背后 没有什么人吗 没有个老张老李的 现在线头在咱们手里 得慢慢捋 一个一个把他们拽出来 老爷 齐老板来了 哦 快请进 是 齐老板 里边请 马县长啊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哪 我知道齐老板来就是为了我那个孽子啊 来 坐 来 请坐 马县长啊 马县长啊 这回你可冤枉三宝了 三宝可啥事也没干 不断的被土匪绑架上山 最后落到了小匪队伍的手里 你说啊 这该不算是三权的错吧 话虽这么说 但是三权难脱同匪的坚毅啊 就连您这个干爹都这么怀疑干儿子 那难怪警察局有恃无恐地扣人了 我有什么法子啊 人在他们手上 还不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吗 难道马县长就这么置之不理了 怎么个理法啊 等事情搞清楚了 警察局会放人的 不是 这 这个说同三权同匪 那你该让侯阳青拿出证据来啊 本来是无中生有 我听说 这个欧阳青是刚刚调到咱们中卫警察局的 他一上任就打仗旗鼓的 这个是青角汉奸 连土匪都迁进去了 你说这咋回事 再说了咱们中卫地处西北内地 他哪有那么多汉奸可抓嘛 齐老板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警察局这也是防患于未然 这个欧阳青眼睛够毒的了 可是他盯来盯去盯走了眼 他该抓的不抓 把同三权抓错了 赵齐老板这个说法 警察局该抓谁呀 我这是瞎猜 不过啊 这个二狗在客栈死的那天啊 我捡到了一样东西 齐老板 有话直说 马先生 什么呢 你这 你这 我是个生意人 不过正事 马先生心里有数 不 我今天是特意为三权来的 他是我的伙计 也是你的刚儿子 我不想三权 稀里糊涂地受冤枉啊 好 齐老板 你放心吧 这个事我一定过问 那 我就静候佳音了 老板娘 我称子的老板娘 你放心 三权他不会有私地 警察局查不出统废的证据 他不会不放人 你看看 那我把咱的饭菜呢 都做好了 你死到后头吃呢 还是能断到前头来 你死到后头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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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在这儿 要紫琳 你死到后头也不知了 你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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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怎么把我转打下 你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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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死了 你死了 你 遵御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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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全她年龄孝好 不动私 你不要跟她一般监视 小心 起白脸膳子 老板娘 徐老板 老板娘 我去见马县长了 县长咋说呀 是 这 我把情况跟马县长说了 我想马县长 怎么也能帮这个忙吧 这个三全毕竟是冤枉的 他要是他的刚儿子 他咋不能帮这个忙嘛 对对对 徐老板 你喝水 徐老板 你赶紧把额全全老板娘吧 这都一天里不吃不喝的 这样下期 甚至会收不了的 老板 你们谁都不用劝我了 我自己做的你 我自己收着 我去买手 就不吃不吃我了 你还能帮这个小鸡 你去找他 你找他 你必须做什么 非常理想 你何苦还这样护着他 不就是他老子救了你一条命吗 把他养这么大 也算是报了恩了 你总不能搭上老命吧 吃饭吧 又来 你也没吃饭呢 我回医院去 爸 三全哥的事情 你还管不管了 你是一线之长 不就是说句话吗 我知道 我知道 您要是真不管他了 也好 那就让欧阳清一枪毙了童三全 又是个要人命的 好 兄弟 兄弟 帮个忙 我能帮你啥忙 我要是局长 就把你放走了 不管咋地 你也是县长干儿子是吧 老子饿了一天了 你能不能帮我弄点吃的来 哟 饿了你不怎么说 行 这忙我帮你了 钱呢 有 有 把钥匙拿出来 快点 快快快 县长 深夜光临 有何赐教啊 你在斐窝里 抓了我干儿子佟三泉 问出什么结果来了吗 我还在查 我就不明白了 你到底要查出个什么来呢 他总不至于通匪吧 这个不好说 养不教父之过 正好 你把我也关起来吧 县长 您这是怎么说的呢 剿匪的全部过程 我还没有来得及向您汇报 但是 你要知道 抓佟三泉 一定是事出由因 可我儿子明明是被土匪劫持的 怎么到你这里 就变成通匪了 这是他的一面之词 不足为证 那我倒要听听另一面之词 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交代什么呢 沙利飞都跑了 这就是很大的一个疑点 局长 局长 红手吗 没看到我和县长在谈话吗 报告局长 你怎么办 童三泉 逃跑了 什么 童三泉 跑了 县长 童三泉逃跑 这可是罪加一等啊 这秘账 欧阳局长 不认识 你看着办吧 集合队号 三泉 可算回来了 你咋出来的 咋出来的 闯出来的 我不但见到了老蔡 我还得到了 嘘 我得到了那批重要物资的下落 就在咱们洪流客栈的货舱里 你不应该这么出来 咋了 虽然说你的情报很重要 可是坏了我们的大事 我已经说服你赶紧把你保出来了 你费那个事干死他 你这是忙干 你就不应该不听我的命令去匪朝 不去匪朝我咋见到老蔡 不见到老蔡我咋得到情报 我是不是李公 这 这 这个事咱们以后再说 为啥 咋了吧 咱们得考虑一下 咱们目前的处境 大不了带上物资连夜离开中卫 你怕啥 我们走不了了 咋走不了 又没人帮着你 在咱们隔壁 已经铸上了警察局的密探 别说我们走不了 你刚进门 我估计他们就发现了 宰了他不就完了 你呀你 大老 不等我们走不了 还要把你送回去 回那警察局 啥 马县长 这件事情我只有公事公办了 放心吧 抓回来我也要问个明白 好的 有你这句话 我一定秉公之法 出发 去洪柳客栈 拳娃回来了 拳娃呀 你咋穿了个这 你刚儿子是从监狱里跑出来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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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妨 现在我去也便宜充里吧 quarter 好 其次 就是 我跟你说 那点ドン 报名 让我 总呜 您都看到了 令郎做事太欠考虑 您不能怪我了 转着 欧阳局长 我儿子不懂事 从你们警察局跑出来了 该咋咋吗 童三权 你为啥要跑吗 干爹 我没犯法 我不做大牢 我知道你没犯法 没犯法就跑啊 如果我不跑咋办法 欧阳局要治我吧 你还 给他降嘴 你这是 你还不快点 给欧阳局长认错吗 老子没错 我看 三权兄弟是无心的 县长 算了 算了 这算了吧 算了 不知道欧阳局长 说的是什么算了 是逃跑罪算了呢 还是通匪罪算了 全娃咋能通匪吗 本来就是杀李飞榜的他 我用这个客栈给他担保作证 你能作证 我咋不能作证啊 我客栈所有的人都能给他担保作证 老半娘都出来担保了 能让我怎么说吗 好 县长啊 您看这件事情 你等一等 唐三权 我再问你一次 你到底是不是沙里飞 把你绑架伤人的 干爹 我跟老齐来中尉的路上得罪过他们 所以才被他们暗算的吧 不信 不信你问沙里飞吗 我知道了 请给我惹个祸 看来 这件事情只有抓到沙里飞以后 才能弄清楚 县长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咱们走 撤 来 撤 干娘 我看爹真生气了 谢谢 走吧 来 哎 不是 刘海哥 你干啥 这是病房总职场啊 刘海 三岁没事 咋了 警察局放人了 不是放 这小子真行啊 不知道怎么弄的 自己跑出去了 他真糊涂 怎么在这个时候逃跑 警察局正要抓他的证据呢 没事 干娘啊又把三岁给绑了 送回警察局 欧阳青这小子 还真有点良心 不追究呢 不追究了 不追究了 嗯 光是逃跑这条罪过就不小 怎么会不追究呢 那么多人保三岁 还有你爹 他欧阳青不掂量掂量 我爸也出面了 那毕竟现场面子大 要不这欧阳青也太嚣张了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可我就是觉得有点奇怪 怎么 我杨青就这么不追究了 太不正常了 局长 这回您可给马守田一大面子 这个面子他不好接 我又不明白了 这回佟三泉从街一里跑出去 咱们正好心里当口把他给拿住 你怎么又把他给放了呀 你不懂 这叫做欲情故纵 嘱咐你手下的人 给我放机灵点 把人一个一个全都给我盯紧了 放心 局长 他们的眼睛都拿火柴柴织着呢 中卫这帮人合伙跟我对着干 你羊群里蹦出一只大骆驼 没想到 在中卫开展工作这么困难 按理说 这马守田应该知道 您是马主席的人呢 他就不给您面子 就等于不给马主席面子呀 这个马守田还是马主席的本家呢 天高皇帝远 这毕竟是中卫王的地界 但我就是不相信 我抖不过这条低头蛇 局长啊 这要是没有马守田的支持 我们的工作 还是很难开展哪 他在中卫土生土长几十年 关系盘根错节 要么 多抄点时间 你陪那马守田应酬应酬 就他那个嗜好 听那个鬼叫式的皮影戏 受不了 我才受不了呢 梁娅娘 唉 你怎么把号码 作特别一下 嗯 啪子 哎 大船 老板 陈老板 自己要贴门啊 啊 这几天耽误了多少生意 这生意人呢 一嫌一天都少一天静下 干娘 我跟老齐老板松皮子去了啊 陈王啊 我要跟你说啊 你要是再敢给我惹祸 你当心干娘接了你的皮 放心吧 干娘 只要欧阳青不惹我 我肯定跟着她 臭小子 干娘 听你干娘的话 可不敢再惹事 敢给你这毛病 不管谁欺负我 我一声不知还不行 谁让你当哑巴了 你都想了 你记着 咱西北人哪不欺负人家 人家也不能欺负咱 老板娘 你看你说的 你这个干儿子谁敢欺负他 只有他欺负人家 走啦 老板姐啊 走 走啦 干娘 好 走啦 干娘 走啦 干娘 好 走啦 干娘 走啦 咱们不是在做神秘嘛 你没发现咱们已经被人盯上了 哎 别回头看 咱们现在就装作像没事人一样 等他们放松了警惕性 咱们再说说 那得啥时候 要不然我宰了这两口 又来了 咱们吃亏还少吗 那 那得啥时候运货 咱们今天上点货 这样就顺理成章地进了火仓 看看到底是什么物资 等摆脱了这两个监视人之后 咱们再把火运出去 真麻烦 咱们的工作 不是用麻烦和简单来衡量的 得确保万无一失 懂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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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这个佟三泉一大早就跟着老秦 满似的收皮子收狗心子 都接触了一些什么人 都是买皮子买狗心子的 把他们接触的人 一个一个查清楚 局长 咱用得着那么兴师动众的吗 他们这么大举出动 肯定是有文章 把咱们的弟兄都派出去 还有 不要放过那个沙里飞 一有消息马上抓捕 这个沙里飞突然销声匿迹啊 自从咱们多了她的老婆以后 她就像只惊弓之鸟啊 这根本就不知道躲哪儿去啊 就是挖第三指 也要把她给我找出来 那个童三圈不能放过 马首田 也不能让她有好日子过 好 好 小心点儿 小娘 老板娘 回来了 哎呀 哎呦 齐老板 这一天下来收获不小啊 哎呀 这中卫的暖人皮的确是好啊 哎 哎 老板娘 这个我那个铺子没收入出来 能不能用一下你的货餐啊 啥巧能不能啊 我这个客栈干啥用的 就是给各路客商用的 老江啊 哎 来 搭把手 哎 哎 哎 别动 你还是帮我干娘招呼客人去啊 你帮忙我干啥呢 去去去 我再不干活老板又扣我工钱了 臭小子 哎呀 看你设计撒话嘛 那不就是打罢售嘛 齐老板不会扣你的工钱 哎呀 老江 你就让他干嘛 要不然我就白顾这伙计了 是不是老板娘 对对对老江 让这野离子干 哎 比他给我惹事强 干娘又骂我了 我今天可是没惹事儿 真的 老板娘啊 可不敢这么说啊 三权啊 今天是的确没惹事儿 放心吧啊 真的啊 那就好 老江啊 把货舱钥匙给他们 哎 三权啊 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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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计 这个就是 对 是 来 咋是个死人呐 这叫啥乌子吗 这叫啥任务吗你是 费了这么大的劲 原来是个死人 三军 人活着了 三军 看来 他终于是枪杀 你死 他世界过多 还有救 他赶紧把他抬出来救救 不行 大不行 死不了 老蔡说了 只要把物资带走就完了 这个人伤得很重 要是把他带出去 万一路上人死了咋办 死就死了嘛 跟咱有啥关系 你说啥态度吗 保护物资安全 那是我们的使命 人都快断气了 还杀安全不安全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人救醒 既然商机把他定为 重要的战略物资 那我们就不能这样草率行动 以免酿成大错 那就把他带出去救治吧 事情没你想得那么简单 咱 我们刚来中卫 就已经引起了警察局的注意 你想想 如果欧阳青知道咱们 无缘无故地 弄个枪伤病人出去救治 他会咋想 他咋想 我咋会知道吗 胡同 我们本来就是钻进铁山公主 肚子里的孙悟空 你不知道他咋想的 他咋能战胜他 你说 你要是他 你咋想 我咋会知道吗 我在北朝都会被他抓了 我们带这个枪伤的病人出去 他肯定不会放过咱的嘛 对嘛 所以我们得想个万全之策 现在最主要的是要救活这个人 找我妹子嘛 我妹子就是医生 哎呀 别慌 要是带她到医院去 那总得找个合理的理由 还得想一想 把她送进医院后 会引起什么后果 你婆婆妈妈的 先把人救活了 我们才能接着完成任务吗 人要死了还有啥后果 三圈 这个时候你要保持冷静 你说咋办 我得找你干娘了解一下情况 看她知不知道 有这么个伤员在她的店里 你找我干娘干啥 我干娘肯定不知道吧 你咋知道她不知道 我干娘是热心肠 要是见到这么个要死的人 咋会不管吗 咋会吗 那我也得问清楚 像你这样婆婆妈妈的人 不死也断气了 对了 即使把她送到医院去 也得多看那两只尾巴 那俩去对付 哥俩喝着呢 喝酒咋用这小杯 老江 拿俩大碗上酒 我妈的 酒来嘞 我老是尾巴 那我老是乙子 你又不不服呢 我老是乙子 怎么没有 你是乙子 你怎么没养 那就喝个痛快 二位 来 干了 我们喝 喝不了这么多 是 是 我们还得做生意呢 做 做生意呢 还得 这都啥时候了 还做啥生意 兄弟我先干为敬了 咋 不给面 看不起我是不是 啥意思 好 我 我们干 这就对了 干了 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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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了没有 这就对了嘛 咋 齐老板 老板娘 我们的货呀 都已经进火仓了 进吧 你想跟我讨价还价呀 有这个意思 齐老板 有我干儿子 还谈啥钱不钱吗 谢谢老板娘了 老板娘真是爽快 来 怎么着 怎么着 做什么生意 干 来来来 喝啊 好 来 喝 干了 干了 你呀 你呀 酒量比我好 来 你干 你干 来 我给你 去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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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仓 gast 去 你们 这个对不 我没有 伤加了 去搭 放火仓吧 去吗 好 老板娘 这是咋了吗 这是啥人吗 三轩 你咋这兴急啊 人都快断气了 我咋不急 秦阳 你又闯祸了 老板娘 是这样 我为啥把你叫到这儿来呢 就是想说这件事 这个人呢 是我和三轩 在你的货舱里发现的 啥 我的货舱里 咋会有这个要死的人吗 他其实也并不奇怪 可能这个人受了伤 就晕倒在货舱里了 你说 怪不怪啊 老板娘 这天下咋有这么巧的事呢 他这个人啊 我认识 啥 齐老板 你认识他呀 对对 他是我的同乡 也是做生意的 他逼我们早几天来到中卫 本来呢 我们是想在中卫找到他 和他一起做买卖 可是一直没找到 你谁撂抢他今天 你看他咋突然成这样了 他得的啥病吗 好像是中了枪伤 枪伤 那是不是前几天 土匪打劫的时候 撞到枪口上了 发生是 老板娘 这个事呢 你就算是知道了 回头警察局 要是来人调查呢 你可替我和你干儿子 做个证 这个人可不是我们杀的 行吗 行吗 赶紧救人吧 那多谢老板娘 警察局来了 我知道咋对付 全王 快点 我现在就找老姜 套车去 三姜 快快 来来来 你可真会变瞎话 这这 不变瞎话能走吗 来 好 三姜 记住啊 这个人从现在开始 就是我的同学老娘了 他也是来中卫做生意的 又我们早来了几天 赶上土匪结囚犯 冲了猪狗的枪 我们现在才发现 所以呢 我们才来救他 听明白了吧 变这些瞎话 还是一会儿我去医院说的 不光在医院说 见到谁都这么说 成 知道了 别光知道要记在心里 记住了吗 我记住了 你重复一遍 你咋不信人呢 再重复一遍 这个人是我的同乡老齐 什么 是我齐老板的同乡老娘 这个人是我 齐老板的同乡老娘 来中卫做生意 医院 去 医院有规定 这种枪伤病人 必须要问清 我老板的同乡 生意人 是啊 那他是咋伤的 估计前两天 被土匪打伤的 前两天打伤的 怎么现在才送过来 不是 我告诉你们 这种病人别送了 送了也没有人敢救 为啥 像这种枪伤病人 除了军人和警察 没有人敢随意的治疗 除非得到警察局的批准 才可以 啥 让你这么说 要是老百姓 被土匪枪打了咋办 被日本鬼子枪打了咋办 那就见死不救了 只能等死了 你先别急啊 医院的规定 也是有它的道理的 啥规定啊 要是我中枪 你也不管了 这样 马小姐 这个人我可以 你给他担保 你 你看 他都这样再拖下去 可就没救了 救死他人 都快不行了嘛 好吧 先跟我进去吧 你在哪儿澄搜一下 咱俩 别急啊 没救过 你去吧 那희角 那我向你了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让你去哪儿 宋我去哪儿 所以啊 等这个病人醒来 我们要第一个出现在他们眼前 明白了吗 现在也不知道 这个人能不能醒过来 你就放心吧 我妹子肯定能把她救过来 马小姐 人咋样了 子弹是取出来了 这能不能醒就要看她自己的了 多谢马小姐了 这是我分内的事 那她啥时候能开口说话吗 这要看她什么时候能够醒 子弹不是取出来了吗 咋还醒不了 三千哥 这个病人到底是不是你们说的那样 是被土匪的枪给大伤的呀 是哪 这还有错吗 没错 她现在醒不了 咋办 老秦 我扶着 警察来了 我干吗 我贪婪 别慌 关注 欧阳局长 亲自来了 请亲自 我能先看看枪伤病人吗 当然 马小姐 谢谢你配合我们的工作 这个病人对我们来说 非常重要 希望你能赶快把他救活 我会尽力的 同算权 急救室里正在抢救的病人 是你和你的老板一起送过来的 就是啊 从现在起 这个病人由我们警察局接管 你们俩可以走了 为啥 强伤不明 我们必须查清楚 有啥不明的吗 欧阳局长 这个病人哪 真的是我的同乡 他确实是中了同肺的家务 就是呢 是吗 我会查清楚的 所以二位不必守在这里了 那那那行吗 那那那行吗 三军 既然有你妹子的医术 咱在这儿等谁没用 咱先回 这有啥奇怪的 这说明他要问咱们 你妹子都已经告诉他了 我妹子 你妹子他没错 人家也是公事公办 那欧阳清能信吗 他绝对不会相信 我觉得 他已经开始怀疑咱们了 再严密地监视咱们 那咱任务咱们 要不然 我去把人给抢回来 应驾不是办法 这样吧 明天 咱们上街照常收皮子 啥 你真把自己当收皮子 小点声 听我的 收皮子 走吧 马小姐 谢谢你给警察取的电话 不谢 我只是按规定办事 你觉得有问题吗 我要是觉得有问题 我就不会打电话 送病人来的可是我的肝哥哥 马小姐是个明辩是非的人 我想无论如何 你都会给我打电话的 你怎么会这么肯定 因为我相信马小姐 是一名忠于党国的好医生 谢谢 三全哥他性子也 希望欧阳局长不要难为他 不是我难为他 我相信 为了更好地证明 你肝哥哥的清白之身 你最好配合我们的工作 等病人苏醒 能开口说话的时候 我希望 你第一个通知的人是我 你是想第一时间 确认病人的身份对吗 这是我的职责 请马小姐理解 理解 我很理解你在中卫所做的事情 哦 比如以抓汉奸的名义 去抓共产党 马小姐 觉得我做得不对吗 我当然相信 欧阳局长是新系党国的 不过有些事情 你做的是有些过激了 为了捍卫党国 我没有办法 对我父亲也一样吗 不敢 马县长那是我的上司 可是 算了 我不打扰了马小姐 别忘了 我们的约定 病人醒了 第一个通知我 别理她们 干一干啥干啥干啥 来 别理她们 别理她们 干啥干啥干啥 这么说 老板娘你能证明 那个枪伤的病人 前几天也在你的店里住 对 那她是什么人 你清楚吗 不是大家一样 尊严人 那她的枪伤 确实是土匪打的 不是土匪打的谁打的 那就还有警察局和保安团 才使枪吧 老板娘 总不会是我们警察局 自己打的吧 我说是土匪打的 你们不信吗 反正就有警察局 保安团 土匪 这些人才有枪嘛 对不 真有想象力啊 那我看你 干什么呢 我来看人 不行 那病人是我朋友 我来看看他 不行就是不行 这屋除了医生 谁也不能进去 老子要是警察局长 你也不让进 可惜你不是 快走 快走 别跟着捣乱 快走 妹子 那病人咋样了 病人现在还在昏迷 等醒了我叫你 啥时候能说话吗 现在还说不清 妹子 我进去看看 尝不尝 三菌哥 你现在进去看也没有用 槽了 走啦 老板 你做啥呢 你就等着听下吧 啥想 我说伙计 你今天领我去那家 皮子挺好的 这价钱太高了 你说啥 我们做小本生意的 你明天再领我去一家 好不好 外面做啥呢 来 真盯上我们不放了 那医院里面情况 到底咋样啊 没醒呢 我妹子说了 只要人一醒 马上就告诉咱 看来我们只有等下去了 那要是醒不了咋办 人要是醒不了 我们还死等 死等当然不是办法了 要不然咱回 要回也得把他拉回去 也算是对组织上有个交代 那咋办 明天的生意咱还做不做了 只要咱们一天不离开这儿 那戏就得接着演下去 这过得叫啥日子嘛 成天跟他们演戏 这俩狗也不嫌烦 一不嫌烦就行了 还要跟着跟着 我伤口跑 快点啊 快点啊 又是你俩 跟着我做啥 跟着我做啥 抓整托 抓贼呀 这有贼 这有贼 找我老子东西 这两个贼 抠老子钱 辣椅子 别在跟我逃了 不是贼呀 走 走 叫你不是贼呀 打死他们 不走 你 拿死他 别打死 就上桌 你们两个人真行啊 第一次被灌罪 第二次遭毒打 张长本 你找的是什么人 你们两个比废物还废物 李小子除了手狠 竟是鬼点子 把我们俩打成这样 说你什么 局长 您别生气啊 张长本 干这种工作的 要找精明强干的人去做 懂吗 局长 说实话 这两个我已经选得不错了 童三拳你给我盯紧了 这回 你要再说什么人毕露 自己看着办 是 局长放心 洪流客栈的老板娘 我觉得这个人不是善茬 我怀疑他是共产党 去 给我找两个人 把他给我盯紧了 懂啊 懂 局长放心 让他让我盯紧一切 你能听听我说话吗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现在就是你最幸运的人 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想说什么就说吧 侯宇 谢谢啊 侯宇 来 使劲大找 奶奶的 你闹啥子去 一辈子让我一刷个块 有事找你 帮你去一趟 成 再帮个忙 欧宇晴那俩狗腿子一直跟着 走吧 走 你们两个慌慌张张跑什么 我们在执行公屋 这是我们的证件 带我去 查查 干什么事 干什么事 快点快点 我已经安排他们到警察去叫人了 你们有什么话赶快说 好好好 老杨 杨天明 能听听我说话吗 杨老板 我是三权 同三权 你 他脑子坏了没有 老杨 你不认识我了 他 我是老齐啊 杨老板 你中了枪伤 是我和老齐送你来的医院 老伙计 谢谢你们救了我 杨老板 你放心 我跟老齐砸锅卖铁也要治好你的伤 你 你自己要停住 千万别让家里倒了大梁 老杨啊 你啊 好好在这儿安心的养上 啊 家里的事啊 我回去会料理好的 你听见没有呀 老七 三权 你们都是好人 我不想死在这儿 麻烦你们 好人坐到底 我不会送回老家吧 成成成 你放心 我们这就送你回去 对 这就送你回家 妹子 老杨不想死在这儿 他想回老家 他现在的伤势 我带他上路有啥问题没有 病人的病情刚刚得到缓解 如果马上停止治疗 可能会出现生病危险的 那 那他是在医院里 这治疗多长时间才能出院呢 至少还得需要一个月呢 啥 这么长时间啊 反正人已经醒了 咱现在就把他带走 咱呀 好好好 不能带走病人 谁也不许带走 好 有蓝小姐 你不应该啊 你忘了我们约定好的 等病人醒后 你应该第一个通知我啊 我是第一个通知警察局的 可是刚好他们赶到 我总不能拦着 不让他们见病人吧 病人确实醒了啦 都说了些什么 现在病人的身体还很虚弱 话很少 他亲口说的 他是齐老板的老乡 是被土匪给打伤的 就是 人已经快不行了 我们要把他带回去 欧阳巨诈 这个病人哪 一再妖巧死在家乡 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 我怕他是 这个病人我还要仔细查一查 你还查啥吗 我要查清楚 看看是哪路土匪打伤的他 来人 是 病人太多 不行 我看谁敢动 你还是不是个人 人都快死了你还查啥 想查你查过我 你把老子抓走 有本事你把老子崩了 三全 三全 你激动什么 我问明白了 会把人还给你的 不行 老子就不让 童三全 你别太猖狂 不要妨碍我的公务 欧阳局长 我希望你能够把病人 留到医院里面 这样做比较好 就算这名病人 他是犯罪嫌疑人 在医院里面做审问 也是一样的 这个病人 我今天必须带走 请你放心 三天之内 如果我查不出 这个病人的真实身份 到时候 不管他是善良百姓 或者是罪犯 我都会完好无损地还给你 既然欧阳局长 执意要把病人 带到警察局 那么我也以一个医生的身份 要求跟随陪护 我要保证病人的安全 可以 三天哥 三天哥 齐老板 这下你们可以放心了 反正 欧阳局长他们也是例行公事 有我这个医生作为陪护 我保证你们朋友的安全 个人都也 三天哥 欧阳局长做得没错 既然这里有马小姐看护 那咱们就等他查出结果来嘛 啥子 查就查 老杨要有个三长两短 咱就没完 如果你们的朋友真的有问题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太阳 你醒了 你醒了 马小姐您辛苦了 马小姐 在这种地方照顾病人 还是第一次吧 我只是尽到我作为医生的职责 马小姐的职业操守 令人钦佩 治病救人是你的职责 而调查可疑人员 却是我的职责 要是你的亲戚朋友 也这样被无端怀疑 你是什么感受 我没有什么亲戚朋友 所以说不出这种感受来 所以你就可以 看谁都是嫌疑人 没办法 非常实习不得不防 病人都说什么了 我看您还是亲自去审问吧 我只是个医生 没有学过审问人 我有一点不明白 他只是一个病人 你怀疑他什么 一切都值得怀疑 那你说咋办吧 人在警察局里 关着欧阳车那狗日子 堵着呢 就你这个机会 咋能去交集吗 那你说咋办 你有啥办法 你有啥办法 你与同志 是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 我相信欧阳轻 不会从他那折到什么 就算我们同志骨头硬 谁也啃不动 可万一呢 我说万一呢 我不是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你想想 我们刚跟他交代了继续 他就默契了我们的暗事 除了他身上那个枪伤是个麻烦之外 欧阳轻抓捕他什么拉屁 人在盲锅里关着呢 你就那么有把握 我相信他不会说事 欧阳轻现在目前主要的目标 是盯着我们 不是他 知道 外来盯得快受不了了 你想想 欧阳轻怀疑他 那就是怀疑我们 欧阳轻之所以没有对我们动手 那是没有十分的争取 这个时候 我们一动 那就暴露了 欧阳轻正当中我们出手的 病人这会儿能说话了吗 他醒了 不过伤势太重 只能说傻气了吧 就几分钟 那局长请吧 谁开枪打了你 土匪 土匪为什么开枪打你 土匪抢了那天 我正好从那里经过 送了乱枪 是吗 土匪抢了那天 我正好从那里经过 送了乱枪 是吗 你叫什么名字 杨天明 做什么买卖 我想回家 我想回家 你来中美做什么买卖 干什么 你们不能这么对待一个病人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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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全呢 你要分清楚 我们是在无声的战场上战斗 虽然没有炮火和硝烟 但是也会死人的 会流血的 会牺牲的 不能因为我们这一点闪失 造成更多的流血和牺牲 知道吗 懂吗 好 还不行吗 就你个态度 你根本就没态 你还让我咋懂 我就得态度 两位老客 找不见自己房子了 我老板娘 我我们俩想下去喝两个 下吧 他想干什么是 老板训火就没见过 兄弟这都是误会呀 误会你奶的个头 不 我们俩可是生意人 欧阳青派你们来的吧 干啥吗 三全 我就说你两句 你就拿人家撒气 你怎么改个这毛屁 就是嘛 齐老板说你啥了嘛 你拿人家撒气 这不是嘛 因为我那个老乡啊 被警察局抓去问话了 三全那是好心 担心我那老乡的身体 他不是中了一枪吗 我跟他说啊 警察局抓去问话就放人了 你看他性子急 非要出来看看 我这拦也拦不住 对着呢 三全 干啥还揪着人家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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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娘生气了 快 松手 小小子 要不是看我干娘的面子 老子今天废了你们俩 谢谢二位老板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你们老乡让警察局抓去了 你也不能看谁都是警察嘛 不不 二位 那是 那是 再说你们老乡能有啥事吗 要有事那我也有事了 在我客栈抓起来的 那也应该抓我了 对不 那哪能嘛 咋能 你们二位能做警察局的主啊 我们可不是警察 我 我 滚 滚 齐老板 不急啊 不急 既然事已经出来了 会有好结果的 老板娘说得没错 咱光明正大咱怕啥嘛 对着呢 这 这 臭小子 局长 嗯 这有马小姐陪着那个病人 咱没办法失手脚啊 朝这么下去怕是夜长更多啊 我知道 人在咱们这里 他跑不了 这个人是在这儿的 可佟三全和老齐都在外边啊 那儿 那个童三全和老齐有什么动静啊 他们两个回到客栈吵了一架 吵架 他们两个人吵什么 具体内容没听仔细啊 我在人半道上 让老板娘给搅和了 红柳 我去找个人 把这个洪柳带到警察局来 我去找着去吧 敢 人是老子走了 有话跟老子说 洪汉全 怎么哪都有你 要不你也跟我走一趟 老子告诉你 谁敢动 老子跟他玩命 我看谁动 干啥吗 干啥吗 干啥 干啥呀 干啥呀 想在老娘店里耍枪啊 张队长 不就是去你们警察局吗 老娘陪你去 干啥 拿不进 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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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拉着我干啥 干娘 好儿子 没事 老娘也没做过啥亏心的事 咱不怕去他们警察局 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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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破事又来了 说啥嘛你这真是 三姐 你来得正好 我只要问你呢 那个枪伤病的人怎么回事 你先给我说这个 我给你 说嘛 我干娘被欧阳青给抓了 这事也不怪我干娘 我说没什么好事儿吧 我说没什么好事儿吧 你说清楚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警察局为什么抓你干娘啊 这事儿 因为我老板的那个头 是因为那个枪伤病人 就是呢 他到底是杀人吗 我老板的同乡 真是你老板同乡 你要说老实话 我说的就是实话 他就是我老板的同乡 一块做生意的 我老板的同乡 你这次回来 闹得我们全家鸡犬慕宁 还搭上那红干娘 你要是有什么事儿隐瞒了我 以后你不要再管我叫干爹 那咋能怪我吗 欧阳青非要跟我过不去 我有啥办法吗 我就知道找你没用 我自己想办法 你 站住 我去 这个人 你刚二字说 是在你的货仓里发现的 在我的货仓发现 跟我有啥关系 凭啥封我的货仓 不该封啊 我完全可以定你一个 窝藏嫌犯的罪名 老娘根本就不知道 藏了这么个人 可是你的干儿子知道 我干儿子知道 你问我干儿子去 你问我干啥吗 洪老板别生气 我只是想问清楚 欧阳局长 你还想问啥 你问的我都说了 天不早了老娘困了 你是现在给我定罪 下大牢呢 还是送我回去啊 别急 洪老板 我还有一件事要问你 说 佟三权是你的干儿子 也是马县长的干儿子 他怎么有这么好的福气 咋了 你眼馋哪 我可没这个造化 我就搞不明白 为什么 你们都愿意认 这么个爱惹事的干儿子呢 老娘愿意 那马县长呢 你问他去 你们怎么还不走 我的病人现在需要休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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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不走 我没有什么事 你还不会乱 我还是要不要 我还是要去 我怎么回事 我还要去 你还要去 我和你 我最后人不过 你会想看 你这媒体 谢谢啊 不信 你怎么还没走 不是都已经问完话了吗 不着急 我看能不能给你帮点什么忙啊 再看看 一个病人有什么好看的 马县长 大驾光临哪 有什么事情 没事 路过这儿 进来看看 我退了 听说 你扣了一个做生意的病人 是的 怎么个病人哪 查得怎么样了 县长 这个人身负枪伤 在这种时候 我总得查一查 对 该查 我还听说 你把洪流客栈老板娘给扣起来了 不是扣刘 我们只是问他 关于那个病人的问题 只是例行公事 是 那既然只是例行公事 问问就放人吧 别因为一个病人闹得满城风雨 乘客提同 一个女人家有什么问题 好的 我给你放人 我给你放人 洪老板 三权跟齐老板 是不是挺担心病人的 你说啥 你回头帮我转告他们 这里有我照顾着 请他们放心 好 洪老板 你可真有面子呀 连县长大人都惊动了 亲自来过问你的事 是说我爸吗 对 马县长现在正在办公室 洪老板 你没事 可以走了 我爸家也来了 洪老板 请吧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杠娘 你可回来了 欧阳青没难为你吧 让老板娘受牵连真是对不住啊 你的同乡好着嘞 你妹子在哪呢 欧阳青问你啥了 他有没有对你动粗啊 欧阳白啊 刚娘累了啊 老江 关门 老江 老江 我跟杠青打我干娘了没有 老板娘受了莫大 那都问啥了 老板娘受了莫问啥 我跟爹也去了 齐了 太秀是齐的 见老板娘平安出来又揍了 那我干娘在里边 不是 三军 老江跟老板娘一路了 让她歇着吧 好好好 好 你俩忙 你俩忙 来来来 我干娘到底咋回事 好 来来来 龙三全每天正在收皮肤啊 阿克他老板啊 还是按部就班 根本就没把这个病人放在心上 咱们是不是真抓错人了 被他唬住了 他们这是在做样子啊 马小姐把这个病人给养得 是一天比一天精神了 可就是半点口风都不妥啊 咱们这警察局 快成养大爷的地方了 不管怎么说 一定要撬开这个人的嘴 那局长 这马小姐天天天身穿手扔 我没法用行啊 她还是那句老话 生一人 被土匪打的 我又要回家 笨蛋 这是警察局不是医院 你想办法把马永兰治开 咱们不就可以想怎么审 就怎么审了吗 这局长大人我就等你这句话 我走了 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 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 很快就可以下地走路了 把情况都交代清楚 警察局里的人会放你走的 你的枪伤真的是土匪给打的吗 我现在不是医生 是你的朋友 我是三权的妹子 是齐老板的朋友 有什么话你尽可以对我说 马小姐 您忙着呢 张队长是来过堂的吧 不是不是 马小姐误会了 我有一个兄弟肚子疼得厉害 想麻烦您去给看一下 身体不舒服可以去医院吗 呦 我们这不是有个现成的大夫吗 进水楼台啊 拜托您了 看不出来张队长还挺关心下属的 都是兄弟吗 马小姐请 好好帮您打 不用了谢谢 好 怎么样 听说你好多了 你这个样子让我很难办哪 其实你不说 不过我也清楚你的身份 你就是个共产党 我没说错吧 让我说中了 老蔡你应该认识吧 就是那个理发店的老板 他就是共产党 不过 他让土匪抢走了 对了 就是你所说的你中枪的那一天 你中枪的那一天 土匪为什么要抢共产党 我想你应该很清楚吧 老蔡要运一批货 一批很重要的货 我想 你也清楚是什么吗 我想回家 放我回家 别急 别急 急什么 我刚才问你的话 你还没有回答我呢 说吧 你们要运的是什么货 你的那个同乡齐老板 还有他的伙计同三泉 他们俩是不是来接应你的 我希望 你从你的嘴里说出来 放我回家 大夫 大夫 我要回家 只要我把这个管子一拔 什么大夫也救不了你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希望你说出来 希望你说出来 气泡会进入你的血泡 不出一分钟你就能回家 怎么样 做个交易吧 用你的命换几句实话 这生意划算了 我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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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早回家 我送你 欧阳青 欧阳青 你这样对一个病人 你太卑鄙了 在你的眼里他是个病人 在我眼里他就是个危险的暴徒 他显然是我的病人 马小姐 别忘了这是警察局 不是你的医院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非要定他的罪才能罢休吗 这是我的职责 党国不允许这些人蓄意破坏 那你说 他是什么样的人 他是什么人 我会问出来的 那你要是问不出来呢 问不出来 他就别想从这走出去 你不要忘记了 你是答应过三权和齐老板的 会送他回去的 是是 我答应过他们 我会把他还给你们的 局长 人亏不行了 欧阳青 你是一个贵子手 病人想回家 我只不过送了他一张 是吗 局长 人死了 同三权来要人怎么办呢 什么怎么办 我们给病人动过行吗 那马小姐说您虐待病人 您可是亲自给 干什么干 干什么 去 局长 您没给病人打过管子 那病人是自己死的 人死了 如果同三权不依不饶的 就说明这个人啊 没有那么重要 好 那同三权来了 我们怎么跟他说呢 重伤不治 生死有命 就这么说 那我们用不用通知他来领尸体啊 哪有那么多废话 他自己会知道的 好 齐老板 老板娘 今天进行又不少啊 脱老板娘的福利 咱这生意啊 在沙坡头算是做下了 好 咋样吗 亲王 好好学着做生意 别惊给干娘惹事 我好着呢 这傻小子 坏小子 呀 妹子 妹子 来来来来 阿娘 妹子来了 王姑娘 你这是 对 你不是在警察局照顾人呢吗 人咋样了 咋样了 我对不住你们 咋了 你们的那个老乡 他死了 啥 那 那人不是好好的吗 咋会死的呢 什么欧阳青把他给弄死的 对不起 你那是假的 我怎么这么不舒服 你怎么会来 哇 是不是 他不早就没命了 那至少 欧阳青这个王八蛋 老子找他酸将去 乔哥 这事赖我 都赖我 你要赖就赖我身上 没了 这事跟你没关系 是他搞阅欧阳青 三军 哥 你别发毁 老七 你可以窝倒 老子不是这张 去 三军 快点 去 去 站住 干什么 让开 老子找我阳青 我告诉你 这是警察局 不是你们家菜园子 想进就进哪 老子就进 走走 站住 站住 徐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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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呵护什么 那是投赛权来了 他来了怎么样 这是警察局 不是 这小的来着惹不善啊 眼睛都红了 他是来跟他玩命的呀 欧阳青 你快出来 别以为老天被吓他 奶奶的 人呢 你们干什么 出去 我问你 我问你 人在哪儿 你来要什么人啊 你别给老子装算 我齐老板的同乡老杨 人呢 老杨 老杨 不说我都忘了 他现在没事了 你可以把他带走了 啥 没事了 他在刑训室 带老子去见 奶奶的 真让你们给弄死了 红探权 你少胡说八道啊 这个病人是枪伤 不止身亡 你得给人家看 那是警察局弄死的 我妹子已经把他给救活了 你们不折磨他咋会死的 你自己看 他身上只有枪伤 我们没有用过刑 不信你可以问你妹妹 老子谁都不问 老子就跟你要人 我不是说过了吧 人你可以带走了 奶奶的 少来这一套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来 搞什么 给我把他抓起来 抓起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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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闹着警察局 他没人来人 他没人 住手 住手 哥们抓起来 住手 干爹 你看看 我们齐老板的同乡 被警察局给害死了 再比仗打算 洛阳局长 这到底是个什么人吗 怎么会死在你们警察局里 这个人是医院接收的枪伤病人 我们觉得他可疑 就带回警察局来审问了 问出什么来了吗 这个 马县长 洪阳局长 这个人呢 他确实是我的老乡 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生意人 你说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 我回去怎么跟他家人交代 这到底有什么可疑的 令你们警察局这样难为一个生意人 县长 这个人 跟我们破获的一桩共党豁乱罪有关 什么共党破乱 什么共党破乱 就是被脱匪 马县长 既然 齐老板竭力担保病人 看来是我们警察局搞误会了 你们警察局能不能办出个铁板钉钉的案子来啊 啊 是 县长说得对 我们失职了 屁误会 人死了咋算 好了 齐老板 既然人已经死了 也不能再生了 是 欧阳区长呢 也解脱了他的怀疑 这个事到此为止吧 啥 那人就白死了 这是我们警察局的错 我们愿意给病人出一点抚续筋 那是应该的 三千 齐老板 就这么了了吧 那人 三千 既然人已经死了 咱们就听马县长的吧 再说了 这欧阳区长也向咱们道歉了 这误会解除了 欧阳区长 还希望警察局 能不能把监视我们的人撤走啊 我们也好安心做生意啊 欧阳区长 你还监视齐老板 也是例行公事 马上扯 成本 把人撤了 是 欧阳区长 作为死者的老乡 能不能请求政府 允许把我老乡的尸体 带回老家去 也好尽早入土为安哪 好的 我们会安排人护送 不用了 我和三全就够了 祝你们一路走好 来了 神学 人还活着 啥 真还魂来 这是回贯返赵 快快快 三军 拿点水给他喝 快 三军哥 三军 三军哥 公三军 他们咋来了 哎呀 他们来得真不是时候 不能让他们看见死人又活了 老徐 你赶车先走 我去拦住他们 好 走走走 三军 你们俩干啥呢 你们俩干啥呢 你俩斩手眼驴啊 你走着让我们俩呢 哥 你这心里还有没有朋友 我咋不装朋友 我又不是不回来 还有没有 活驴 哥 我对不住你 我没有照顾好你的朋友 这也不怪你 是他短命 那你啥时候回来 哥在中尉还有生意呢 我咋能不回来呢 我帮老齐把人送回去 我就回来 你们回去回去回去 你妈招不起 怕死人乱在路上 是吗 这大冷腾的乱什么乱 走走走 喝完酒再走 走 回来再喝嘛 我着急赶路呢 走了走了 哎 哥 你等等 把这个拿上 这啥 这是我爹让给的 说他作为县长 没有照顾好这里的客商 作为赔礼县 让你烧过去 拿着吧 拿着吧 行 我把花带到 那你们 回吧 回吧 看看 看看 你咋跟这大公女 眼露是啥呢你 回来 看见没 看见没 踢着一个护鱼 回吧 回来 早点回来 早点回来 你可不能死啊 你要死了 我们就完不成任务了 你 你 你们 咱约记住 我说的 一些数字 说 要一字不测 好好 三 八 一六 三八一六 八二 九一 八二九一 三七三零 三七三零 五三二八 五三二 解解解 五三二八 那我记下了吧 我没记住 记下了 记下了记下了 好 好 那我就放心了 那我就放心了 啥 喂 醒醒 你不能死 喂 你醒醒 你死了我们就完不成任务了 你醒醒 醒醒 醒醒 喂 来 喂 喂 真死了 教授的名字都不知道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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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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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个基础 今天晚上我们进城 不是为了祸 是为了人 是为了他们一家的性命 咱们几十个兄弟 不能白白地死去 我们要找马首天 要人 大哥 你放心 我要今晚看到马首天 一定要把他的狗头带回来 不 你先回去 把那边的货安装好 这边的事不用你挂了 去吧 好 你这是的 这是沙利飞 他们躲到这儿来干啥 弟兄们 今天晚上 吃饱了喝足了 把他的县城 搏他的老窝去 来 我能跟你回去了 安全 按下 按理说 我不应该阻止你回去 可是你一个人 咋能对付得了那么多土匪呀 这太危险了 沙利非要找我干爹报仇 我私也要回去了 我知道 你干爹对你有养育之恩 那好吧 我代表组织同意你回去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沙 你回去之后 除了要保护好你干爹的安全以外 也要保护好你自己 因为我相信 上级一定会有更重要的任务 等着你同三权去执行哪 那我这次不算个人行为 算组织给我的任务了 对啊 是组织上交给你的任务 成 那我走了 哎 等一下 走 三权 要躲出眼圈 三权 要躲出眼圈 遇到事情 要躲动脑子 老齐 虽然有时候你很劳动 可你还是我的好大哥 好了 好了 去吧 记住老齐的唠叨 去执行就信任务 去吧 去吧 来着菜下来呀 来啦 咱们家这大小姐一回来 整天地跟三泉他们混在一起 还天天地往那个什么客栈跑 你就不怕生出什么事来 那夏依馨啥呀 那有兰哪 在家里也不会太长时间了 我打算把她送出去 你是说要送她出国 她能答应吗 回头我再跟她好好说说呗 这个事你可不能起这个头啊 又兰 怎么不高兴啊 是不是因为你三天歌又走了 是 也不是 这啥话嘛 又兰 今天爸爸叫你回来 是想跟你商量个很重要的事啊 什么事啊 这中国市局很乱 这个战事呢还得继续下去 你说你呢又突然中断了学业 那太可惜了 爸爸就想把你送出去 再继续学习 爸 您怎么又要送我出去啊 您总是不愿意让我陪在您身边 你看你这 是不是你出的主意 瞎说啥呢你 这家几时轮到我说话了 这不关你妈的事儿 你说这天涯父母 哪有不想把儿女留在身边的 爸我把你送出去 是希望你将来能够更好的前程 那我留在中尉 就没有很好的前程了吗 哪有不去 哪有不去 我就留在中尉 这中尉毕竟太小了 再不说别的吧 就想给你找个般配的丈夫 都很难哪 爸 你说啥呀 我都不想这些事情 老大不小了 那不想怎么办啊 我现在一心都想着您 人家都说 父母在不远行 您现在年纪一天比一天大了 我这个时候怎么能离开您呢 我应该守在您的身边 我不用你管 马守田 我杀利菲是来找你还命的 快点点 快点点 走 他们让我们守护我 不管是谁 一个不了 谁也打不住我沙满了 谁给我拆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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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老子坐对 这个冤家咱们是接成了 你敢动我干爹跟我妹 脑子就是你的克星 你敢动我 我还跑来了 咱撤我 快快快 跑 你咋谁啊 杀利费跑了 杀利费过我 你们进来 找我们进来 下来 别让他们跑了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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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怎么回事 居长 杀利费在现场价格蜘了 杀利费带了多少人 天哪 黑影 说不信人逃 只有你把手提供 再见来到过 这次一定不能放爆杀利费 放心吧 局长 我已经下令封锁成本了 马上集合对吧 是 对我进行 进行 走 朋友 你放心吧 我们是救你的 来 看看 李老板 何团长啊 何团长这是 土匪熙熙现场架 看见有人跑过去吗 是 刚才我是听见外边 又有枪声又脚步声的 可 可这里边是死胡同啊 会不会 会不会是往那边跑了 走 您辛苦 走 好 团长 这附近全都搜了 没有 我估计 沙里飞已经飞进沙漠了 这小子 就在这一带跑丢的 给我仔细搜 抓到之后还是定计划 不留活后 是 给我挨警挨护仔细地搜 靳中 跟我来 来 干爹 没伤到你了 没事 我好着的 爸 这沙里飞为啥要杀你啊 土匪杀人还有啥道理啊 这沙里飞不出 好患不穷啊 就是了 这次又让他跑了 马县长 我都说你 还不是 我一次 不动 去 把手打扰 当时 我还是很想 老师 这个 我还是要 鞭子 他就把你脚打扰了 你 佟兄弟 我很奇怪啊 你是怎么知道 沙里非要袭击县长一家的 咋 老子救我干爹跟我妹子有错 救人没有错 佟兄弟 能从沙里非手上救出县长一家 身手不简单啊 佩服 这算啥 老子 蔡前 回大局长的问话 到底咋回事啊 什么事啊 土匪在洪柳客栈落脚 说是要报复干爹 老子听见了我就赶来了 咋了 马县长 沙里非为什么要置你于死地啊 他恨应该恨我和保安团身上才对啊 我也正想问沙里非呢 你还有脸问 沙里非都跑了 你们警察去干啥吃的 你怎么跟我们局长说话呢 老子就这么说话 咋啦 干嘛呢 给局长道个歉 道啥歉 干啥吃的你们 马县长 我现在就配合河团长 去抓沙里非 装模作样 早干啥去了 河团长 这土匪一进城 最辛苦的就赎着保安团了 保重为平安吧 要不啊 咋叫保安团呐 您客气 您客气 你说这沙里非子也太嚣张了 嗯 河团长可一定要抓到他呀 团长 搜过了 没有 来来来 弟兄们辛苦了 歇 来来来 来 歇 歇歇歇 李老板 半夜讨扰你们了 还请你们理解 哪儿的坏啊 河团长 你抓捕着沙里非 这是为民主还得一举呀 我们应该配合才是 感谢 不客气 吃吧 是 撤 李老板 您慢走 河团长 听说沙里非就是在这一代失踪的 没搜到吗 欧阳局长如果信不过保安团 你可以亲自搜一遍 这不是中尉的富商李老板吗 在下李伟雄 局长辛苦 既然 河团长没有搜到 那我看就算了吧 撤 撤 您走好 李老板 在 有沙里非的消息 要及时报告 那是一定 一定 好 您走好 这沙里非 还真是他娘子能飞 啊 飞天上去了 连个毛都不掉下来 好 你走啊 快走 你走 行 行 好 我行 李妃不死 他马寿田的日子能好过啊 巨大 你真搞 我这对派人 把这个门给他盯紧了 可记住了 盯着他 别动他 好 记住了 盯着他 别动他 盯着他 别动他 老爷 你怎么样了 吓死我了 我没事 死不了 钟翰 沙丽妃抓到了吗 全城搜个遍 一直没抓到这狗日子 沙丽妃不除 后患无穷 是啊 老爷 我已经加败了人手 只要他一动命 绝跑不了他 格杀无论 对沙丽妃绝不能手下留情 我不想见他活的 信任放心 沙丽妃一定是因为缴他 才来报仇的 老爷 咱们一定要小心啊 要是没有三权 我对他老命 可能就给沙丽妃了 封住 看我 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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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丢手 谁呀 我 金哥 洪老板 有澜 你和你爸没事吧 你咋知道我们出事了 我来看看你们呢 我们都没事 这这么早城门关着 您这么着急 是过来看我们有没有事 对着呢 我和守城门的说了半天 才放我进来 那您早就知道沙丽妃 要找我爸报仇是吧 我咋能知道吗 我就听城里讲了一夜的枪 我不放心 所以过来看看你们 您就这么急着跑过来 看看沙丽妃是不是 把我们爷俩给杀了 你咋这么说话吗 我咋能是这个意思吗 我就是不明白 你们沙坡头离咱们中卫县城 有二十多里路呢 怎么这城里的枪声 就传到你们红柳客栈去了 安娘 你咋进城了 我听说沙丽妃闹事 所以过来看看你们 一切都不明白 你又来 你咋被洪老板进来呢 人家是一份好意 是吗 那我和我爸谢谢您了 您回吧 这还咋说话呢 洪老板 大老爷赶路来的 进来喝水吧 不了 看你们没事我也就放心了 全娃没事吧 放心吧河娘 三群好着呢 行吗 行吗 那我回了 来 这 河婷 你这个孩子 真是太没礼貌了 啊 洪老板是担忧咱们的安危啊 你怎么连门都不让进呢 啊 你看在 她是三权干娘的份上 你也不应该这么做呀 我哪知道 她跟沙里飞有没有关系 你咋还怀疑干娘呢 我不是怀疑 我就是奇怪 她为啥这么关注咱们家 不 这有什么奇怪的 好 好 钟翰 你先回去了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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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你们自己 救的是啥人吗 哦 当然知道 阁下是香山土寨大张家的 沙里飞 没错吧 知道我是沙里飞 还敢藏我 脑子她娘的可是土匪啊 阁下可是西北妇孺皆知的义士 我们夫妻二人能够结识一事 也是缘分不浅啊 你们救我沙里飞 就不怕警察局和保安团的人 找你们的麻烦 哦 能够结识大名鼎鼎的沙里飞 还有啥可怕的 那你们图个啥 哎 这就见外了 非得图个啥嘛 嗯 这俗话说 四海之内结兄弟 在下出手相助 完全是出于对义士的一片仰慕之心 我沙里飞谢了 救命之恩 日后 我沙里飞一定会报的 呃 沙兄太监外了 哦 先不说这个 咱们看看伤伤得重不重 嗯 狗日南马首天 老子这辈子耗上你了 哎 还没有请教 你们二位是 哦 好 在下李伟雄 这是我的内人 我们是从西安来中卫落户的商人 李老板 书我直言 能和土匪交朋友的商人 肯定 不是在市面上做的生意 富贵险中求嘛 这种世道 什么生意不可以做呀 哦 沙兄如果愿意 我愿意和沙兄一道 共谋富贵 咋样 说得好 我沙里飞的命 是你李老板给的 今后你就是我的老大了 哦 哦对对对 来来来 先喝了这杯酒啊 压压惊 这这是啥酒啊 怎么没味啊 交流 乘格 affecting你好 走 成 Tough 如何 报告 说什么事 李伟雄在城里有那么几家店铺 做些杂货生意 他和广州 南京 上海 都有些业务往来 没别的 沙里飞也一直没有出来过 你没发现枪有什么问题吗 只找的枪 笨蛋 我说的是童三拳的枪 童三拳 你没有发现童三拳很会玩枪吗 对呀 那小子枪玩的是几个手啊 这你哪儿 除了土匪 还有什么人会玩枪啊 好 那是八路 而且是个老八路 局长 照这个意思说 童三拳肯定是个共产党啊 你派人去西安 查查老齐的生意 看他有没有这么个伙计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好 我一会儿派人去办 好 接下来 来 我们去县长家给他压压镜 县长 没抓到沙里飞 这小子可能真跑了 他跑不了 肯定就在城里 你 你怎么这么肯定啊 沙里飞已经中了枪 而且城门被封锁 他往哪儿跑 当初交匪的时候 欧阳局长说了 一定要留个活口 这下好 留个祸恩 主汉 都什么时候了 别买呀了 抓住沙里飞没有 跑了 咋就让他跑了 三泉兄弟 昨天检救县长一家 你真是立了大功了 干爹 这儿也没啥事了 我跟你道个别 我就回了 怎么 沙里飞还没抓住 你就急着要走啊 我留这儿有啥用 不是还有你们警察呢吗 看来你是要功成身退啊 少来这套 老子有正事要办 怎么 还有比县长一家 生死更重要的事要办吗 你说的这叫啥话 孙权 你还有啥事吗 就留下吧 我 我留下算咋回事吗 我跟齐老板还有生意要做呢 真是不明白啊 县长家这么大的产业 童兄弟不去帮忙 偏偏去给人家当小伙计 你 语理不通啊 你看 欧阳局长把话都替我说了 就这么定了 留下 干爹 三权兄弟 你干爹都让你留下了 你还是要走 不怕惹你干爹生气啊 咋 又你快 好好好 好了好了 你是我干儿子 我是你干爹 你给谁做生意 不是做呀 就这么定了 等消停以后了 我带你到腰铺去 熟一熟见 我我我真的是 我 下 快快快快快去 快去去去去去 你给县长做伙计 不必给别人做强吗 你怎么身在福中不知福呢 不是 就是啊 三权哥 你就不能听老爷子一句话吗 留下来的 不是 什么 我 我跟齐老板咋说嘛 跟齐老板不好说 跟干爹就好说呀 啊 我 你咋又惹爸生气啊 我咋惹他生气了 那爸让你帮他做生意 你为什么不愿意 我不是不愿意帮干爹做生意 我有我自己的事呢 有啥事儿 你就是愿意帮齐老板 不愿意帮我爸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是啥意思 我 还回轰六盒子 跟你说不清楚 三权哥 你要去哪儿 我回轰柳核商 我真搞不懂啊 放着县长家 这么大笔生意不要 却还是急着要走 佟三泉不是一个 见情引开的人 那倒未必 我觉得 佟三泉的心思 没有放在做生意上 欧阳局长的意思是什么 就凭佟三泉 孤身救出你们父女俩 这样的好身手 做生意亏了 那做什么不亏 比如说 做军人 你说呢 咋样吗 老八娘 三泉回来了 回来了 老姜 快 准备酒 我干儿子救了他的干爹干妹子 我得给他亲公 我马达 快去 我看看是谁回来了 这是咋了吗 青蛙 你救了你的干爹干妹子 应该高兴吗 我没不高兴 是我干爹 你这别问了 你干爹咋了吗 我干爹让我跟他做生意 这是好事啊 你救了你干爹 你干爹 你干爹这是报答你嘞 我已经跟老齐做生意了 我就不能跟干爹再做生意了 跟老齐也是做生意 跟你干爹也是做生意 你这脑子是咋了吗 那不一样啊 我跟老齐做的是 我说了你也不懂 你干爹 还没有干娘不懂的生意来 就听你干爹的 老子又不是回来做生意的 今天 那个女人是上门了 谁啊 老爷知道我说的是谁 你放心吧 他不会进马家大门的 他来那会儿我没露面 可我什么都听见了 你做得很好啊 老爷 你最好跟他说清楚 别有事没事的往这儿跑 今天我是给您留的面子 如果下回 我可就不客气了 是 你也得给自己留点体面不是 你放心吧 你是马家的女主人 没人能够代替得了你 没人能够代替得了你 我怎么觉得大小姐一回来 有些事就瞒不住了 你别托心啊 你别托心啊 我会处理好的 我早就跟他说过了 他亲妈早死了 你就当娘的 就得拿出个当娘的样子来 有兰她不把我当娘看 你呢 有什么时候把我当过妻子 你这话真是荒唐 谁不知道你是马首天的夫人县长太太啊 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人 说得好听县长太太 其实真的县长太太在沙坡头呢 有胡说 老爷竟想着自己那点脸面 根本不顾别人的死活 跟老爷子一样一样的 我好想着 许多了 不让他存在 你可想着陪我 哎呀 我那位 你我一定会 不让我去找我 你不让我给你 我你去找我 我应该一切的 才嫁到马家的 这就是命吗 我就是不明白 我的命为什么这么苦 谁也没占着便宜 你以为她 她日子也不好过呀 夫人 别抱怨了 咱们都老了 就永远这么一个孩子 日后 还指望她养老呢 我是指望不上 你就是小心眼儿 这人心都是肉长的 你对她好 她就会对你亲热一些吗 我年纪大了 没什么想法了 只是希望家里能和和气气的 你始终是我的妻子 明媚正确 八太大交取经大门 所以啊 你就得拿手做夫人的样子来嘛 你说啊 你连个孩子都处不好 你 别人能补肖我吗 我嫁到玛家二十多年 我嫁到玛家二十多年 成了个活死人 到现在连自己个亲生孩子都没有 要不是吃斋念佛找点安慰 我早就被逼成疯子了 我现在就是想啊 如果这个佟三权真是共产党的卧敌 他为什么急着要走呢 有干爹这么大一座山头不去投靠 他是把狐狸尾巴露出来 想开溜 没有那么简单 把这个佟三权给我监视好了 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 那他真是要走的话 我们是抓还是不抓呀 我看他未必走得了 观众的老客们啊 施政 等一会儿忙完了手里的活啊 全都到前堂 先写个登记表 写啥呢 你们的名字 伙计的名字 家住在哪儿 你干啥来的 完事以后去哪儿都得写上 知道不 洪老板 砸个老乡的 说的就差睡一个枕头 钻一个被窝了 还记个啥 大家说是不是啊 写啥子 不是你这死不要脸的老刀啊 我告诉你啊 老娘可是跟你说了 要是警察把你当匪货抓走了 可别怪老娘没平行呢 抓住了帕克山 只要老百娘给送饭就行 不不 带着别动 冬老板 他 他 还有这些人 都登记了吗 真是说呱风就下雨啊 张队长 这些全都是店里的老客 他们卸完了货 马上就去登记了